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口水战配合贸易战轮番上阵 中国媒体展开舆论攻势反关税 美国提数字呛北京 面对美国以可能高达4500亿美元价值商品关税 大动作威胁 中国除了再次回应不畏战也展开舆论攻势 美国不甘示弱表示北京的损失比较大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19日表示 中国低估了总统川普以关税要求中国改变掠夺性经济的决心 纳瓦罗说事实是口水战很容易 他表示在中美贸易战中北京的损失比较大 因为根据美方数据 中国去年进口价值1298.9亿美元美国商品 美国则买了价值5054.7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中国方面官媒新华网延续政府贸易战伤害全世界人民的论调 发表一系列文章 文章内容引用美方业界的反对声音 表示会拖累农业的发展 农民被视为川普主要的选票来源 新华社也引用英美日俄还有古巴与印度等国的国际舆论 表示美国破坏世界贸易秩序 川普上周批准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磕税 18日他透过白宫声明指出 以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考虑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加征额外关税税率10% 如果中方再次对美增加关税 美方则会对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 征收额外关税总额高达4500亿 中国扬言强力反制 中国外交部6月19日敦促美国停止伤害性的言论和行为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是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以上表述 并补充中方不想打贸易战 但也不怕打贸易战 中国商务部则称美方做法变本加厉 背离双方多次磋商共识 也令国际社会十分失望 还说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 做出强有力反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8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 对商界领袖表示 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空前严重 上周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时 提出了这个问题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否认美国的相关指控 包括中企窃取商业点子和软体 或者迫使企业交换智慧财产权权 已在中国开展业务 川普上周表示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苛征进口关税 促使北京当局迅速作出回应 表示中国也将对同等价值美国商品征收关税 中国表示将立即进行报复 暂停以前的贸易协议 并对包括原油在内的美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 中国近年已跻身美国石油进口国前列 蓬佩奥表示 过剩的中国钢铁和铝产品淹没了市场 并压低了全球金属价格 使得美国公司难以竞争 这是最基本的掠夺性经济学 许多其他的国家已经了解这一点 他表示 川普总统正在努力重新取得平衡 他还说过去几周中国领导人一直声称开放和全球化 但这只是个笑话 说白了 这是当今世上最具经济掠夺性的政府 现在是处理一个老问题 对于川普政府贸易关税的批评 蓬佩奥对在场的人士表示 问问你自己 中国这样对美国换个立场 北京会允许吗 另外 川普追加关税的最新消息 打击全球股市下跌 美元及离岸人民币双双遭受拖累 中国户指跌1.6% 香港恒生指数跌2% 日经指数跌0.8%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滑0.85% 以上是粒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